中国男子七人制橄榄球队去年12月底来到北海训练基地 本次集训共有21名运动员参加 全队也贯彻国家体育总局要求采取了全封力训练 目前整个球队的训练正在有序进行 在去年11月的东京奥运会压州区预选赛上 中国难赶遗憾未能获得冠军拿到直通东京的门票 他们在本次东训也针对这次比赛的问题做出了调整 我们充分总结压州预选赛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分析比赛录像了解对手做出了针对性的训练 然后对于自身的不足也进行了细节上的改变 我们正在加强和巩固自己的体能 在基战术方面抓的也越来越细了 球队预计将在4月份前往日本参加奥运会场地测试赛 之后前往山东准备今年6月在法国举行的奥运会落选赛 本届全国冠军赛是今年中国橄榄球协会举办的第一个全国性赛事 参赛的规模也比往年更加扩大 共有男女24支队伍参加 其中19支专业组队伍 另外5支是来自学校和俱乐部的队伍 这次呢也是给各队一个展示自己实力的一个机会吧 因为也通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训练 所以说各队也非常想要这种全国性的比赛来进行这个交流 本届全国冠军赛还有一个在比赛规则上的改动 也开创了先河 原来七人制橄榄球的比赛时间是上下半场和7分钟 本次比赛为了高于奥运会比赛标准 将半场时长设置为9分钟 9分钟的时长这个本身对体能考验就是很大的 如果你可以那个9分钟你的体能是完全够 那7分钟可能就更容易一点 就是等同于练400米就多跑500米 多练500米这种 目前比赛仍在进行中 今天晚些时候将决出男女组冠亚军 全运会橄榄球的决赛今天下午开战 山东男女队双双击败了各自对手 詹德贵冠 说起国内橄榄球运动 脚脚者无疑是山东队 四年前在沈阳男女队双双夺冠 这次在天津 他们再次展示了超强的实力 女子决赛中身穿红色球衣的山东队 半场就打了江苏队26比0 下半时江苏队依然男友起色 山东女队最终33比0成功未免 我觉得这场比赛已经发挥出我们的水平来了 我们做到了零食物 就不能说对手有多弱 实际上是我们进步了 山东男队则是33比7 去胜东道主天津队同样未免成功 我们可能来到12个人 在家里还有好多兄弟们在陪众我们一块 我们身上责任也很重大 首先是一种感动 感动我们的队员的表现 也感谢我们整个团队的表现 那么我们这个今天比赛中拿下来 给我们每个队员当中 求生的欲望是翻不开的 也给我们整个团队 那么全新的投入也翻不开的 随着山东男女队的未免成功 本节全员会七人制橄榄球的比赛 也正式落下了帷幕 山东队用他们拼搏的精神和不屈的信念 还是捍卫了他们在这个项目的霸主地位 央视记者天津报道